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院子里的一颗David Austin的玫瑰 名叫Bashiba 根据官网介绍说它是一颗小型的藤本 大概能长到10个foot 这一颗我买回来的时候是一颗裸根苗 现在是它种下去一年的样子 这是它一年,地栽一年后的样子 然后我是把它种在了我的侧院的一个古门旁边 我这边搭了一个古门 这个位置的日照大概是三四个小时吧 最多四个小时 因为它上面有好几棵大树 把它的阳光挡得死死的 所以它每天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太阳升到最上方的时候 它能照一点阳光 最多也就四个小时 然后哪怕是这点阳光 它依然可以长这么好 长这么大 也可能是为了够到更多的阳光 所以它拼命地往上长 去年它也是只是零星地开了几朵花 然后今年这个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放眼望去全是花苞 而且很多枝条都是像这种 一个枝条上有三个四个花苞 像这种多头的 很多都是这种多头 然后它的花朵 它的花朵是这种杏 就是杏黄色 像这种 这一朵半开未开的样子 是这种杏黄色 完全绽放以后 它又是这种杏粉色 慢慢地变成这种杏粉色 给人的感觉是以杏色为主色调 它闻起来有一种默瑶花香 同时又带着一丝蜂蜜和茶的香味 花期大概三四天左右 不是很耐晒 像这边这么点阳光 它都已经 这是大概开了五天的样子吧 就是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大概这一朵花 大概有五天了 然后前两天也下过雨 所以 差不多 五天就 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就是不是特别耐晒 我感觉是不是特别耐晒 然后花瓣也挺多的 每朵花的花瓣大概有170多片 然后它的枝条有一定的硬度 像这种 它枝条有一定的硬度 不像草莓山那么的柔软 我是把它种在了拱门旁边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把它种在了墙边 作为花墙 它的效果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这个地方日照少 每天就只有最多四个小时 所以它开花 比草莓山 比欢笑格鲁吉亚 大概晚了两个星期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这样就可以延长我赏花的时间 就可以每个星期都可以看不同的花 这样也挺好 关于水肥 我是跟其他的玫瑰是一样的 也是每个星期浇一次水溶肥 然后每天浇一次水 是跟其他的玫瑰也是一样施肥 一样浇水的 关于过冬 因为我所在地区是康州六曲 冬天是特别冷 所以我去年冬天 我是用那种压麻布 把它从上到下包裹了一圈 今年春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冻伤 所以那个压麻布还是挺管用的 所以它的抗寒性还是可以的 关于抗病 早春的时候 我看见它有几片叶子上 有一点点黑斑 我就立刻把那几片叶子摘掉了 然后也就控制住了 然后当它刚刚有花苞的时候 上面有一些牙虫 当时我是用那种有机的利帽友 对水连续喷了它两天 给它喷了两天 然后牙虫也被控制住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牙虫了 我觉得那种 那种Organic的利帽友还是挺管用的 对付牙虫还是挺管用的 目前为止在它身上 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病虫海 总体种下来的感觉就是 它还是一款不错的小藤本吧 我就是感觉有点对不起它 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位置 阳光实在是太少了 对于玫瑰来说 能长成这样我真的是感觉很欣慰 下面我们就欣赏一下它美丽的花吧 我来看看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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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